今天咱们把屋里的鱼缸全都换了一下位置 以前这个地方是放的是金龙缸 然后给它放到了这个位置 因为需要把缸里的水抽出去 然后我先找了一个鱼缸给它放起来 但是没想到 这些鱼都受伤了 而且换了水之后 这些鱼全部都蒙眼了 不能说全部 从地图蒙眼了 大金龙也有点 那条鱼也受伤了 黑魔神还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然后这两条虎鱼 还有里面的那个小巨箔 也是没有问题 只是身体也踏破了些 然后这边比较乱 还没有收拾 里面的那一缸食人鱼 百分之四十六十的吧 也全部蒙眼 然后这边的这一些缸 还没有收拾完呢 回头把这两个缸往这边移 把里面的鱼还得移到对面去 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外边 今天费了好半天 就是定的一个鱼缸的木价 以前的某鱼缸移到了墙的这个位置 然后的这一个缸已经送出去了 已经送给咱们同虫的好朋友了 然后这几个鱼缸准备拉到 因为同虫里没有人要这么大的缸 所以说这几个缸只能拉到 那个我的那个小农场 小果园里去 未来一个周吧 这些地方就会全部收拾完成了 对吧 对吧 感谢观看